俄军目前现役的大型轰炸机,大多属于苏联时期的产物,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曾一度持续生产制造重型轰炸机的能力。但随着俄国人的不懈努力,图160兆重型轰炸机的生产线已经恢复。今年2月初,俄空天军称,崭新的图160兆已经投产,并在两年的时间内,装备空天军部队。 图160兆重型轰炸机,是图160的升级版,而且是全面的升级版。它不仅在航电系统、动力系统等方面升级,甚至飞机的尺寸也有所变大。升级之后的图160兆最大起飞重量为280吨,这个重量相当于4架轰6K,后者的全重是70吨。 作为一款可以超音速突击的超远程轰炸机,图160兆的动力系统功不可没。它装备的是经过优化改进的NK-32发动机,其最大推力达到了25吨。 一直以来,该发动机被俄国人捂得相当严实,更不用提对外出售。 据称,NK-32改进行使用的全新的工艺和材料,推力增加的同时,整体更加省油。 图160兆的机翼,采用的是可变后掠翼方式,其翼展全部展开约有60米宽。 由于这种结构重量较大,这种方式已经被体积较小的战斗机抛弃。 但这种重量,对于大型轰炸机来说,完全可以承受。 当轰炸机在高空巡航,或者高速飞行时,驾驶员可以通过调整机翼与机身的夹角,来获取最适合的气动外形,从而在速度和航程上达到最优。 图160兆生产线的恢复,以土布列夫设计局,和喀山市造成为核心,背后是15家大型工厂,上万名设计师和工人的努力。 俄国人称,图160兆的原型机已经完成了测试,并且表现出色,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等待,只需两年时间,崭新的图160兆,将令对手感到恐惧。 俄房常称升级款图辅160兆战略轰炸机,预计2021年列装。 新华社莫斯科1月31日电,记者马晓成,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30日说,升级后的图辅160兆战略轰炸机,将于2021年开始列装俄罗斯军队。 塔斯社援引邵伊古的话报道说,俄罗斯对图辅160系列轰炸机升级工作,正在按计划进行,第一批完成升级改造的图辅160兆战略轰炸机,将在2021年列装,目前位于喀山的飞机制造厂,已开始相关工作。 邵伊古说,图辅160兆将配备最新的机载防御系统,抗干扰通信系统和独特的武器系统,可携带常规武器和核武器,该机型配备的NK-32型发动机,将为图辅160兆,提供更强劲的飞行动力。 图辅160轰炸机,是苏联图波列射计局研制的可变后,略以超音速远程战略轰炸机。 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报道,2015年俄军方决定对这款轰炸机进行升级改造,升级后的图辅160兆战略轰炸机,一次加油续航里程,可达12000千米,搭载弹药40吨。 升级后的图辅160兆除机身外观与图辅161样外,其核心部件将被彻底更换。 气飞重量高达275吨,图160,比美军B-1B大了一圈。 俄罗斯现役的图160战略轰炸机是目前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战略轰炸机,这种轰炸机的发展,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。 图160战略轰炸机的开发,可以说,完全就是为了赶超B-1B轰炸机。 这两种同时期发展的战略轰炸机,都在性能方面取得了突破。 但是图160战略轰炸机,显然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B-1B,所以图160应该也算是当时苏。 连创造出的最大成就,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,俄罗斯也坚持从乌克兰要回一部分图160战略轰炸机,所以,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拥有图160战略轰炸机编队的国家。 图160战略轰炸机,是一种最大起飞重量,达到275吨的超级战略轰炸机,其起飞重量比B-1B重出了将近60吨。 而且图160战略轰炸机的发动机,不开加力情况下的最大推力,就已经相当于B-1B加力飞行的水平。 图160轰炸机飞行速度高达2.0马赫以上,比B-1B轰炸机多了至少0.7马赫。 机身体积方面,图160战略轰炸机,也比B-1B轰炸机,大出三分之一左右。 图160巨大的机身,可以携带最多148吨的航油,这使得图160的航程,高达16000公里,而B-1B的航程,约为12000公里。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足,就是图160战略轰炸机的产量实在是太少,B-1B轰炸机的产量多达100架,而图160战略轰炸机的生产数量才30多架。 苏联解体之后,俄罗斯的经济条件并不理想,所以图160的数量反而更少了。 当然,后面俄罗斯还是决定重新启动图160M2轰炸机的生产计划,首架图160M2轰炸机已经成功试飞,图160战略轰炸机的数量,又呈现增加趋势。 俄罗斯为图160M2轰炸机,开发了大量新技术,图160M2轰炸机,拥有更先进的现代化航电系统,且拥有导弹之盲防御护盾,可以增强生存能力。 图160M2的发动机性能更加强大,其航程可增加1000公里左右。 而且随着新的X-101-102导弹投入使用,图160M2轰炸机的最大作战范围,达到惊人的13000公里,这显然是B-1B所无法比拟的。 空中的核杀手图-160M2轰炸机,你所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。 俄罗斯宣布到2030年,俄罗斯将全面改造整个图辅160远程超级轰炸机机队。 图辅160轰炸机的整个机队进行换新,并对运营飞机进行大量升级,只有机身将保留,而所有机在无线电电子设备和发动机将被更换。 预计将于2021年投入批量生产。 对于现在的俄罗斯而言,选择继续发展升级版的图辅160M2,实际上也确实是一种务实的选择,因为直接开发PAKDA以身战略轰炸机的成本太大,风险也很明显,以俄罗斯目前的状况,无法承担这种成本。 这意味着图辅160系列战略轰炸机,在未来很长时间内,仍将扮演俄罗斯空天部队的主要战略投送平台角色,相应的俄罗斯PAKDA隐身战略轰炸机项目,有可能会失到推迟,图辅95等老旧战略轰炸机型,也可能还会使用一段时间。 图辅160M2,也是一种性能先进的新机型,虽然其外观和原来的图辅160M2战略轰炸机一样,不过俄罗斯表示,已经移用了大量的新技术,其发动机系统是最新研发的,将可以进一步有效提升其飞行性能。 而且图辅160M2战略轰炸机,据称还移用了一种新的防护系统,将可以有效规避导弹的定位,这将进一步提升图辅160M2战略轰炸机的生存能力。 图辅160M2战略轰炸机,是图辅160M2的改进型号,而图辅160M2战略轰炸机的生产工作,在2008年就已经停止。 斯刘萨蒂指出,这项工作最关键的任务,不仅仅是简单恢复各个部件的生产技术,同时也要对它们进行升级。 新的图辅160M2战略轰炸机,将使用很多创新技术,在2016年年底,联合航空制造公司,完成了新飞机项目的编号工作。 俄罗斯正在为新型战略轰炸机图,辅160M2研制新的引擎,预计能使它的航程增加1000公里。 图辅160M2,被誉为是图辅160M2战略轰炸机的阶段人,俄罗斯总统普京,曾在今年1月,亲自前往视察,展现高度重视。 图辅160M2就不一样,俄罗斯有生产使用该类机型的经验,而且图辅160M2本身并不落后,最早期的图辅160,其实也是很年轻的战略轰炸机,至少相对于美军的B-52和B-1B而言,差不多是这样。 所以继续生产图辅160系列轰炸机,是可以接受的选项,俄罗斯只需要对新的机型进行适当升级,就可以让其性能继续提升,并且也可以确保未来能使用相当长的时间。 新型图辅160M2首架下线新白天鹅能否续写传奇? 鹅将恢复生产图辅160M2超音速战略轰炸机。 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少伊古曾这样表示,图辅160是一款独特的飞机,它超前几十年,并且自身性能,至今仍没完全得到利用,还没有人设计出更好的超音速飞机。 少伊古的诺言终于实现。 近日,俄罗斯独立以来制造的第一架新型战略轰炸机图辅160M2,在喀山飞机制造厂正式下线。 这标志着俄罗斯战略远程航空兵部队,在苏联解体后,终于真正恢复了造血机能。 对此,军事评论员程硕人,告诉科技日报记者,图辅160是军用飞机史上最强大的超音速辩后,略意远程战略轰炸机,是世界上起飞重量最大的轰炸机,同时也是俄罗斯现役轰炸机中,唯一不禁空中加油,就能对美国本土实施攻击的轰炸机。 俄罗斯副总理罗戈基也指出,俄罗斯可能没有必要利用PAKBA轰炸机,取代现役图辅160和图辅95轰炸机。 如此看来,恢复图辅160的生产,是填补和充实空军合作战能力的当务之极。 况且,图辅160照亮本身,就几乎是一款全新的战略轰炸机。 图辅160,因其优雅的外形和俄罗斯空军的白色涂装,被称为白天鹅。 它装有四台加力涡轮风扇发动机,采用以身融合体设计,机翼为变后掠翼,十字形尾翼,武器仓位于机身中部。 机身全长54米,而翼展却达到55.7米。 其最大飞行速度为2.05马特,使用升线为1.5万米,就是在1万至1.5万米的高空也能提速。 图辅160的作战方式,以高空亚音速巡航,低空亚音速或高空超音速突袭为主,在高空时可发射长程巡航导弹,并在敌人防空望外进行攻击。 单任防空压制任务时,还可以发射短距离导弹。 此外,图辅160还可以低空突袭,用核弹头的炸弹,或是发射导弹攻击重要目标。 此外,图辅160的盖离导弹,用核弹头的炸弹,并在敌人堂下,并在这里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